新北市城乡局所培育的社区规划师 在于计划辅导社区让规划师投入地方 以故宫顾料和参与室设计的方式 强化社区参与度凝聚社区共事 目前在淡水以及石定地区都有计划正在进行中 希望可以活化地区带入活力以及创造力 新北市社区规划师的工作 就是计划辅导社区让地方重新充满活力 将社区较没落的地区活化保存街道的生命力 这些都是新北市社区规划师计划 多年持续推动的目标之一 社区规划师是全名叫社区规划师 是一个由下而上的一个计划 借由青年对社区环境的一个关怀 在借由市府的一个辅导 进而实践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计划 目前在淡水的第一街道 重建街以及石定区无土社区都有计划正在进行中 未来将会建制艺术街道家具 让整个街区网络家中客厅重现街坊 坐在屋外聊天分享生活感动 新北市社区规划师从92年执行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 目前已经成就了150个以上的案子 以今年来讲淡水重建街是我们淡水的一条老街 有200年的历史 我们这一次执行的淡水重建街的小客厅计划 就是希望透过社区青年的一个参与 针对淡水重建街未来的一个发展 做一个工作坊的讨论跟意见的一个激荡 希望对未来淡水重建街的发展 有一个更符合社区的一个期待 新北市城乡发展局也邀请关心重建街社区的青年朋友 24日以及29日到重建街九卡28参与街道工作坊 一起制作艺术街道家具 感受重建街区的温暖 并欢迎于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日 一起参加重建街创意市集 接下来视频长报道